天氣涼嗖嗖 來晚熱湯暖胃 二十號晚間10點 來到二十四節氣當中的大寒 象徵冬天過了 最適合養生 食 衣 住 行 都有注意事項 吃東西最適合用溫熱 食物食補 羊絮的人可以補充羊肉 雞肉 而陰虛的人可以吃鴨肉 鵝肉 另外冬天更是養肾的好時機 五行來講 相對於水 所以身體的五臟六來講 就屬肾 那黑色的食物是最適合 像是黑米 黑豆 黑芝麻 黑棗 等黑色食物 可以再搭配杏仁 核桃 大蒜 栗子 等白色食物 達到不勝一勝的效果 喝手霧來做不要 因為它本身是黑色陸腎的藥材 那也是這個季節裡面最適合的 像手霧人參肌 另外衣桌上外出穿外套 帶圍巾不可少 還可以戴帽子保暖 室內溫度最好保持15到20度 如果要出門 老年人不要太早起床 最好等到太陽露臉 再出門 不過也切記熬夜 另外也不可以運動過量 室外溫度低於12度 就應該暫停鍛煉 還有保持良好心情很重要 羊的生肖 跟在這個月分一頭 它很容易出現一些想法觀念 上的一些出入 所以在做事情方面 會出現不順的一個情況 命令老師提醒三個生肖 特別要注意 屬羊的在這個月正抽 容易有精神緊張 健康問題 而舒馬德則是漏害會破財 另外鼠龍則處於牛龍破 容易起口角堅持 接下來這半個月都得注意言行 這裡之前歡迎提供提供報導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